今年1月南韩演员品牌评价榜出炉 宋慧乔荣登第一 前段时间外媒报道称 宋慧乔出演该剧时的单级片酬高达2亿韩元 约110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该剧第一G8集付给他的片酬 已经高达16亿韩元 约881万人民币 凭着这一数字宋慧乔追评全智贤 两人并列韩剧最高片酬与王宝座 翻红后相信乔妹的身价片酬会再涨 成为南韩顶级片酬女王指日可待 而就乔妹的个人发展来说 这部剧不仅仅让她身价翻倍名气上升 还让她多年来一直谋求的转型终于实现了 剧中的女主文东恩做事步步为营 功于心计出手快很准 有种音质很利的气质 像开在地狱里的带血玫瑰美丽却阴暗 为仇恨而生 这个角色完全不同于乔妹以往所饰演的那些人物 算是完全跳出了她的演技舒适区 在大众印象里 苏慧桥算是韩语女星中可爱小白花的典型代表 出演的多是柔弱清纯可爱甜美或者端庄典雅的角色 比如早期大红的蓝色生死恋中的恩西 以及2013年那年冬天风在吹中的浩英都很文静温柔 浪漫满屋中的韩志恩可爱开朗的小甜妹 太阳的后裔中的姜木烟精明能干稳重优雅 当然了她也演过自信豪爽的女强人 或者搞怪女青年类的角色 不过职业生涯中总是那些清纯甜美 楚楚可怜等着被男主拯救的角色大火 而乔妹演起来很是得心应手 本人形象也是娇小玲珑可爱型 很容易带入 所以在南韩偶像剧市场 松慧桥一直都是香波波不缺戏约 不过众所周知 作为演员可塑性很重要 长期被框在同志性的角色里并不是一件好事 何况出生于1981年的乔妹 也过了出演偶像剧女主的黄金期 想要更好的发展 就是尽快转型 大家都知道 宋慧桥拍完太阳的后裔后 隔年便和宋仲基结婚了 而婚后那两年 乔妹作品产量明显减少 2017、2020年 只出演了男朋友这部剧仍旧是偶像剧 演的也是她一向擅长的角色类型 直到2021年的现在正在分手中 她才开始真正有了转型的苗头 剧中宋慧桥饰演的角色终于不是妹妹类的了 而是精明强干的职场精英姐姐和年夏弟弟谈恋爱 这部剧口碑不算很优秀 但收拾不错 很多观众也看得出她为转型做了努力 到了黑暗荣耀 在转型这条路上 她算是彻底成功了 我们在剧中看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宋慧桥 这不仅是角色人设的惊喜 以及演技的突破 还有 她不再是那种妆容精致的女孩 而是敢于将自己的岁月痕迹毫无顾忌地暴露在镜头下 更偏向恶女类型 这种成功不是一夜之间 而是铺陈了好几年转型的契机 大概就是离婚吧 婚前和结婚那几年的巧妹 看上去仍旧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但自从2019年7月宣告与宋仲基离婚后 她整个人的气质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仅看上去苍老了很多 出席活动时大多时候都化着烟熏妆 很成熟郁姐 这种形象也符合当时她所面临的舆论处境了 宋慧桥和宋仲基的离婚原因至今仍旧是个谜 虽然当时两人没有闹出什么狗血大戏 官宣离婚时也很平静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吃瓜群众始终认为 两人这个婚礼的并不愉快 在双宋闹离婚期间 先是宋慧桥方面有动作欲与宋仲基脱离 那时候大家怀疑是不是宋仲基不忠 可后来宋仲基方面攻势强劲 反而是宋慧桥一声不吭 于是又有人怀疑难道是宋慧桥出了问题 而从舆论势头看 显然大众认为宋慧桥出问题概率更大点 因为宋仲基离婚时态度太迫不及待了 另外传言南韩那边婚姻中一方有明显过错 另一方可以提出离婚 而双宋婚姻中是男方提的离婚 不过也只是猜测真相只有当事人清楚了 直到如今 吃瓜人也只是从各类边缴爆料 以及媒体猜测给出的消息中 试图拼凑出离婚原因 但最终并没有实锤收获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两人都因为离婚元气大伤 尤其是宋慧桥清纯形象不在 职业生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沉在低谷好长一段时间 但这段低谷七桥妹也没有放弃自己 而是频频以更成熟更自由的形象使人 颠覆观众对她的固有认知 或许这段在黑暗中摸索的经历 也是让她凭借黑暗荣耀翻盘的一大助力吧 很多人曾认为离婚风波后 宋慧桥可能会从此沉寂了 没想到她却在几年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再次赢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耀 而这其实才是宋慧桥本身的性格 看起来柔弱破碎 实际独立强大 不需要等人来拯救 她就是自己的拯救者 那就祝宋慧桥越来越好 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吧 今日41岁宋慧桥亮相云首尔 Pawaza分地开幕活动 身穿一抹绿色外套 搭配卡其色的连衣裙 以及同色系的高腰阔腿裤 扎着马尾 梳着可爱的空气刘海 十分减零 就像春日里明媚的绿色 清新自然 活力满满 为全场带来春意盎然的气息 显得白皙透亮 状态感看起来相当不错 软糯的颗粒绒面料 鲜明的绿色 搭配素雅的卡其色连衣裙 真的是非常考验人的颜值 坚决地扩形 素雅的颜色 组合成全新的穿搭造型 在41岁宋慧桥的穿搭下 诠释出大自然春天 美好的气息 升级蓬勃 动感活力的自信 让人耳目一新 明亮的色调 清新的气质 来自意大利奢侈品牌Fendi 2023的春夏系列 在丝质绸缎和羊绒颗粒中 绽放出另一番别样的风情 少了一些纯粹 多了一份柔和 江明律的轻盈加上卡其的厚重 把这一组CP穿搭演绎的淋漓尽致 时尚个性又不张扬 正是这一组鲜明的色系 淡淡的绿色 在柔软颗粒绒的衬托下 显得桥妹肤色很是白皙细腻 生涂的状态依然在线 丝毫不像41岁的人 白皙细腻自然有光泽 不愧是韩剧最能抗打的女主角 凭生涂颜值美上热搜 独立自信气场全开 近在春日一抹绿色 清新的气息 自然的色彩 就像拥抱大自然春天的气息 世间万物皆有色 春日的绿色让人有一种 充满振奋自信 动感活力的力量 新生美好 轻盈又健康 正如国际色彩权威机构 Panton一在色彩趋势报告中 提到的2023年春夏流行的绿色 它带给人们一种向往 美好和希望的颜色 充满了自信和能量 具有健康活力的气息 与大自然信息紧密相连 清新自然显活力 是未来十年关键色彩之一 各大时尚品牌称之为升级绿 鲜明的颜色 活力的气息 充满了动感青春的感觉 轻盈时尚 清爽又自然 正如处于23岁青春无敌的宋宇琪 活动当天 身上穿着一件毛茸茸的绿色 无袖上衣 下装搭配一条中灰色阔腿裤 同样是来自Fundie 2023的春夏系列 与乔妹当天穿的绿色造型 是同一个系列 满满地的青春气息 轻盈又时尚 非常适合个性不张扬的年轻人 活力感十足 也正是这一组清新的颜色 给人一种孰心宜人的感觉 使人一看上去 就有一种逃离都市的快意 重获新生 心境豁然开朗 就像各大时装品牌 在秀场上展示的 2023春夏系列 一眼望去揭示的 一抹清新自然的绿色 新银醒目 赏心悦目的视觉 打开了时尚新思路 解锁穿搭新灵感 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熟悉的植物色彩 清爽自然 温暖书心 就像与大自然的生命 一样息息相关 延伸出更多周边 时尚的自然元素 比如2023年春夏系列中 出现的绿色包包 以及绿色的鞋子 造型丰富 色彩新颖 时尚个性的调性 赋予了时尚系列 更多创新与趋势 自信向上 正如一项独立自信的乔妹 即使出道多年 十年如一日的状态 依然在线 就连侧言都令不少网友 纷纷留言夸赞 今日的乔妹状态满分 完美颜值实在是太棒了 这个绿色一般人称不起来 同样的色系 不同的着装 就这一抹清新的绿色 让41岁的松慧乔 穿出年轻人时尚 与个性温柔自信 积极又不失气场 丝毫不输现在的 当红小花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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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气场就能四位全场 刷爆了热搜 好了 今天的时尚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